《活营忍者完结》 比如他所著作的四本书,那么,今天就来看看自来也留下的那四本书,到底藏了什么秘密内容。 第一本,坚强毅力忍传自来也是一个性格好棒,浪荡不羁的人,他可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老师,但不一定是一个好作家。 而恰恰正是源于自来也对弟子的教学过程中,自来也领悟出了成功的真谛与秘诀,铸成坚强毅力忍传,完美地从一位优秀的老师,向优秀作家转变,此书是自来也的处女作,可能写得不是很好,但却影响了名人的一生。 第二本,亲热天堂自来也的第二本书,也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亲热天堂,其内容源自自来也外出修行的所见所闻,主要深入浅出地描述了人者世界中女性的生活姿态与日常点滴。 自来也后面把此书送给卡卡西当作生日礼物,卡卡西也非常喜欢,甚至因为此书发生了很多尴尬事,比如当着学生面的看此书,于是,卡卡西当着学生面看小黄叔的标签,再也洗不掉了。 第三本,亲热暴力,有了亲热天堂为基础,自来也开始放飞自我了,创作续作,经过不断的取材,润色, 把原先亲热天堂中规中矩的内容进一步的升级,变成了很多忍者都受不了,看了脸红的大尺度内容,不仅增加了很多暴力元素,情节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,卡卡西对此书也是爱不释手。 第四本,亲热攻略,是自来也创作的第四本书,也是最后一本书,不仅延续前作的精彩描写,也留给木叶一些神秘的信息。 据说是关于佩恩的秘密的情报信息,由于书中内容太过羞耻了,很多人都不敢看,唯独一些像卡卡西一样的人者,但是卡卡西一见到此书,早就被那些重点内容吸引了,哪还有心思去解读呢? 所以自来也留下的情报,也就因此永远的封存在了该书当中。